在古代的传说里 仙女丸是一轮 像月牙一样的湖 那么如果有人在戈壁中行走 快要干枯昏倒的时候 那你喝了她的河水呢 就会马上恢复体力的 所以很多木人转场的时候呢 会故意绕道仙女丸 来祈求好运 走的人多了 就逐渐走出一条 若隐若现的杨道 所以呢 在传说中啊 仙女丸就是代表了绝境逢生 带来好运的意思 啥好运啊 说了是传说了 这孩子咋一点都不浪漫呢 吃饱穿暖才会浪漫吗 妈 干啥 好冷啊 回去吧 一会儿饿了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再走两步就到了嘛 太远了 真的 真的 休 跟你说个声 咋了 刚刚就想跟你讲 妈吓着你 不要动作 别动作 有个 你没事吧 我的饼干盒 我的饼干盒 你干吗 我的饼干盒 妈 我的饼干盒 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这些洗粉 干嘛 上去 不是洗粉 是小树桑 也不是小树桑 那是你爸 他要这么走啦 我也没有想好准备 我没有想好准备 我没有想好准备 我会没有想好准备 别 aids 我会没有想好准备 你一个我好法 你个没了解大家 我和你爹 就是在嫌你完人似的 就是这里 你爸说 你爹说 嫌女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去夏末场吗 因为我想着 我得给你爸找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让他住下 妈 你看这不就是嫌女完吗 我爸他高兴呢 他自己就跳进去了 这是天意啊 你本来也是想把他放进去的嘛 胡适啊 我本来就在想着 在这个河边找棵树 给他埋了 这样子我想他的时候 就可以往地方来看看他 这下次好了 他跳进河里去了 你问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妈呀 他就是不想你去找他呢 妈 我爸去世五年了 你要往前看 你也让他走吧 老爸 舍不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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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